全新回归的第三季金领冠了不起的孩子 从7月15日起 每周日晚21点20分在江苏卫视热播 同时在爱奇艺独家视频平台 也掀起了收视小高潮 萌去大叔张绍刚 以及多才多艺的萌娃相当强烈 首位登场的明星嘉宾 美马李湘在节目中的表现 也引来观众一致好评 节目中李湘为萌而鼓尽 为萌而落泪 而且毫不吝啬与观众分享自己的亲自心得和家庭趣事 王石宁最了不起的是开朗的性格 绘画的天赋 李湘和王月伦都是娱乐圈的知名人物 他们的女儿王石宁 LGRO从出生起 就一直成长在大众的视野中 收获无数粉丝的关注与宠爱 人气甚至比爸爸妈妈还要高 了不起的孩子 第三季节目中 李湘每每谈到女儿都相当自豪 尤其是王石宁开朗的性格和绘画上的天赋 让李湘觉得特别了不起 Angela特别喜欢画画 家里她的绘画作品都堆成小山了 李湘透露 Angela不仅在家里画 即使出去吃饭 都会急性在餐巾纸上画上几笔 这应该与家庭遗传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爷爷和爸爸都喜欢画画 家里绘画的氛围非常好 不过李湘也透露 Angela不爱练琴 虽然在练琴上与女儿有所分歧 但是李湘不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女儿身上 我也会说他 但是外界的刺激往往对他更有效 李湘表示 有一次Angela去同学会 大家让他表演 他弹错了一点点觉得不好意思 回家就开始发愤图强 好好练琴 有时候让孩子自己感受一下外界的刺激 他自己会更有感触 笑成王月伦还是个孩子 努力培养他的生活技能 在美马李湘眼中 每个了不起孩子的背后 肯定有了不起的家长和家庭 良好的遗传基因和家长营造的成长氛围同样重要 要养成一个了不起的孩子 必须先有一个了不起的家长 为了宝贝女儿的健康成长 李湘在繁重的工作之余 成功变身成为了不起的妈妈 李湘透露 自己在家里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配女儿画画 恋情 对女儿更多的关爱 我陪孩子的时间要比爸爸多 说到王月伦 大家肯定忘不了生活技能匮乏的糊涂爸爸形象 对此李湘开玩笑说 爸爸也还是个孩子呢 我现在不但要培养女儿 还要培养他 每个家长都要努力成为孩子了不起的榜样 家长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李湘在节目中反复强调这点 我觉得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不要老让孩子学别人 其实他潜移默化的在模仿父母 与之相辅相成的是 家长在教育孩子的同时 也在不断自修和成长 李湘觉得在陪伴和教育孩子的过程中 自己变得更有耐心和责任心 因为小孩子真的需要非常细心的呵护 有时候一点疏忽 他就会还你颜色看 比如前一晚上没盖好被子 第二天就打喷嚏干冒 出门没有做好防护 回来就被蚊子咬一身包 李湘表示 正是事无巨细的一天天重复动作 不断让家长变得更为强大 你在进步 孩子也会跟着你一起变得更有责任感 更了不起